强调口腔是人体内残留细菌最多的部位之一 且牙周病会造成牙龈萎缩 侵蚀牙齿的骨头 最后不仅会导致牙齿松动 失去了牙齿 更严重还会引起心血管等疾病 因此南加州资深牙医博士赵契安 采用最新的治疗技术 强调不需要拔牙或直牙 就能根治牙齿松动的问题 赵医师首先采用激光 为病人做无痛深层洗牙 去除牙齿和被感染的细菌槽 接下来再使用专利的甲板技术 来固定松动的牙齿 有了结净健康的牙龈后 骨头就会慢慢长回来 牙齿也就不再松动 因此不需要拔牙或直牙 就能根治牙周病保住松动牙齿 可以把松的牙齿绑起来 绑起来以后特别洗 洗完以后没有发炎 牙齿不动的话 你家里还是很小心洗的话 这个过程会长回来的 赵契安医师表示 只有透过专业又细心的治疗方法 才能让病患安心又满意 在之前呢 我对我的牙齿一直每天都在担心 这个牙齿什么时候掉下了 然后做完以后呢 那我就很高兴 完全不一样了 在这之前两年之内我不敢照相 因为一照相一开口就很难看的样子 在这之后呢 我就又开始照相了 赵医生给我找回了自信 从心底说我非常的感谢他 在疫情期间 牙医诊所更为病患准备口罩 干洗手等防护用品 再加上完善的消毒工作 要让民众都能安心前来治疗 得到一口健康漂亮的牙齿 东卫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然后再加上一口健康